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袭是陆古时 因为只能保护天龙人和密集调遣 多拉格可能就只能眼睁睁的无法保护那些受难的奴隶和岛上无辜的平民 因为天龙的原因 他甚至也无法亲自出动和洛克斯海贼大战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父亲也就是军职 没有达到天龙人之术部下的中将卡普 才可以在不用说天龙人命令的干扰下 和海贼罗杰联合在一起 共同对抗强大的洛克斯海贼 而在可能亲眼目睹了这场矿石之战后 多拉格就开始对自己曾骄傲的海军身份 和对身为海军的他的父亲卡普的崇拜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和在未来 洛菲被海贼红发感染 从而走上海贼之路所相似的是 神之谷事件可能就让多拉格 被卡普的宿敌海贼罗杰 开始重新认识和非常尊重 这也解释了在罗杰死后 出现在罗杰重新线上的多拉格 为何会露出难过的表情 而进一步扶持来说 神之谷事件也甚至可能让多拉格 开始认同在成为世界之王之外 洛克斯帝基贝斯 要推翻真正独害世界的天洛人的做法 从这些方面来说 发生在神之谷的这场 海军中的诸神之战 对于曾经可能是最年轻的海军大将 和未来的格门军女秀多拉格而言 就是让他推翻天洛人世界政府的 格门军意识完全觉醒的一场战争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那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军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